我比赛的这个团队冠军 整体实力还算是不错 上队得分 这是广东队得分 就是配件更难 就是真是电光使我一瞬间 有人更难判断 到底谁拿分 把握特别好 配件是可刺可批 开始从这个配刀转换 军事作战的配刀转换来 来的一种运动 有效部位是上半身 躯干 手臂加面罩 这个有效部位以外 这直接就 每个队员上来都充满了电的 就是这正好能够 轮换休息一个回合 至少 所以他这个体能是 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上来 是很爽的 比刺的感觉爽 这配件好看就在这 如果说我们花剑 或者是中剑日常 可能我们每天 用一个小时练步 反正配件应该 要用三个小时练步 其实你武器甩出去 你这东西范围大 因为他其实 他确实是他很难防守 所以他更多的 他就是进攻 但是这个进攻 因为他批 而且他整个 转换启动 好的 梁天王这几件 这个距离感都特别 其实你看配件 其实他在向前的时候 连续进攻的时候 他也会有收 只不过就是说 他的这个收的时候 因为他上得更快 所以这个时候 终于得了一分 收手了 这一收手一犹豫 这直接就主动 全球对手拿 开始 开始 双方伏见 同时 开始 慢了 许英明可能要看 进攻 开始 这该怕了 应该是 嗯 这一分给了许英 然后给了广东 进攻 好 好 这个配件裁判的肉眼判断 难度确实非常大 进攻 满攻 王藏白 王藏白 这个跟上上剑是一样的 嗯 最近全英明自己向裁判 失忆他是反攻 其实你看这这件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就是 谁不要在启动的时候 多一个节奏 不要犯错 就是你稍微的犹豫一下 稍微 嗯 开车点一下刹车 就觉得这主动全没有了 对 开始 您 这件应该是 按理说应该是给黄牌 嗯 因为现在配件最新的规则 就是在裁判海域被抢启动的时候 就要直接给黄牌警告了 嗯 喂 开始 徐明鲸看上去像是 打到无效部位了 对 但是打在对手的这个臀部 开始 这要是山东队连续得负 差别的 前方为了慎重他去看一看 其实是OK的 嗯 还是判给了山东队 嗯 而且比赛里边吧 这个 这些女人基本上为了给裁判压力 都会同时这个开始喊 同时这个握拳 打 制造困难 是 他们打的剑就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是 这件判同时 这两件 徐明鲸就是 就是僵尸老的了 一个是简单进攻 一个是向前防守 第三件 变化 哦 偷手 漂亮 这也偷的可以 对 三件都不一样 嗯 不再跟对这个对手交着 嗯 前面总是在打进攻 后面不打了 嗯 对 这件偷手 嗯 防守走开之后嘛 对这个时候如果要看V9的话 应该回头看一看教练 教练是一看就看 因为 因为这个团体赛只有一次V9机会 一本一局 OK 开始 拉开 哎呀没有转换 嗯 哎 进攻 进攻反攻 对 配件很忌讳的也是这样的原地反攻 那几乎没有 开始 没有疑问的 肯定是十分的 一 进攻热热了 连续进攻发动出去的成功率也很高 哦 哎 漂亮 这手防守还击 防守还击 嗯 对 这件在启动当中的飞其实不是很 不是很合适 这份是山东队 你看 又是哎 长大的这个压迫力让对方后退 一旦你后退的时候 这个我的进攻打出去 基本上就有90%的得分机会 是的 这配件当中一封后退的情况底下要防太难了 哈哈哈 启动有了 嗯 你看 这还是就是你你一边要退了这薛耀军这边要退了 梁建豪进入他的节奏 他往前攻 你要躲他太难了 对 配件防守难度真是太大了 这件还只是打了一个半攻步 嗯 看看 击 站在 防守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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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认为刘仲强的防守不良 所以防守不良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防住对方 他是防了 但是没有防住对方的剑 在他防的这个同时 对方的剑 这也是刘仲强的 动势那一下谁更早 谁更果断 这跳这么高干什么 这一件就是 这我们说一边退了 你后腿方真是很难了 我觉得 一个很奇怪的打法 还想如法 也想好转换 对方突然扑出来 又来了 又来了 还是这么打 还是这么打 其实他这个时候 要注意对方扑出来 但是他在裁判喊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对方快 没办法 是 刘仲强现在不管了 就是 就是 就压枪就是吧 台湾一喊我就出去 他一旦往前攻了 这边要防就太难了 扑出去了 继续 你还是这么打 你还是这么打 就是压枪 因为他速度确实是刘仲强快 没办法 这优势你看 这几分都一样得的 这都是 把对手的试 给放出来了 对 这如出一折 这个几分都 对 那台湾还这么一办法 对 其实他可以考虑在 这个开始以后 先用几件线 有了 这一件漂亮 对方的势 让他给打起来 对 第六局 是魏正浩 对许英明 表示不满 但是他也没有要求看video 因为这一局刚开始 一分毕竟领先嘛 如果这时候 大家咬得很紧 没错 他就得看吧 对吧 就作为广东来 这件是扛的 这个护手盘 应该是互相撞了一下 对 这样刚才正好 所以 装这一下是非常厉害的 配件 而且他这个 大家看 这个配件的护手盘 是一月牙盘 他实际上就是跟这个 好 恢复比赛 26比17 能队领先 有一点点困难的感觉 纪念线如果形成的话 是另外一方必须要破坏 连续得分 要做好准备 没有做好准备 有了 这有了 身体中心 这场和上一场的最后一件 广东队的这两位选手 打的是一样的得分 这个不但场上在比平 拉拉队也在比平 没 开始 其实现在身体中队的 这个战术很明显 就是强启动 没 开始 继续向前 但是他进攻 这件没打出去 身轻无厌的感觉 每一件得到都很轻巧 还是强启动 还是强启动 这是山东队 转换 看看成功 刘忠强认 没问题 还是刘虽лен好 没问题 刘虽лен好 要去看video了 这一件 刘虽лен好 没问题 开始 停 我对你不好意思 三次是 开始 有跳 进攻 他这样的这个 更在握的一剑 对 他觉得他最后一下 好像是打不出去 并且把速度又放慢 这就是一剑偷手 梁敬豪今天这比赛 确实是让人感觉 是一个很聪明的队员 对 两边的这个场上的 这个形式来看 就是山东队是在 把自己放在拼的位置 准备 开始 最后两局 三次是 准备 开始 还是徐军豪 其实那个瞬间有一个 犹豫的节奏 稍微的迟疑了一下 对 他最近徐军豪 他这个手上的这个小鸡打 还真的做得不错 开始 徐浩军吧 就感觉特别猛 但是就不够紧张 但是他真敢启动啊 对 他真强 对 开始 你看这广东队确实 这男派剑客就是这风格 是吧 感觉特 干净 特别脆 打得很干净 很清爽的感觉 而且他们的动作 你看就是虽然快节奏移动 但是他动作很少有变形 而且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就是我出手这一下就致命 对 闻准很 没 开始 没转换 这件 慢慢的转换 慢慢的转换 徐浩军原地的反攻的 肯定是不行的 开始 这件事 真是拼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上去就打 哦 漂亮 哇 加油 有戏 喂 开始 出 加油 徐明这几件有点 被对方的节奏 节奏给克制住了 加油 自己呢 感觉 是不是心理上有点波动 其实他还有一剑 其实他也拼一拼 对啊 向前打 我看他是不是 还想要一个假的 拉开 好 同时 有了 这一点 先出手了 嗯 这个还是应该向前打出去 在近距离的时候不能这样去想着去的 这应该是山东队了吧 嗯 嗯 这一件是卫生号 对 这些代表要是抢弓 准备 准备 哦 偷手 这剑 常常得分的剑 抓得很准 有多时候像这个时候可能他们都在场上不需要思考了 就是凭着这种本能来打 肌肉记忆 是吧 没有启动 哦 继续偷手 不法确实也都比较清清楚 好 巴黎 拼 一 三 六 看看 巴黎 拼 一 七 好 巴黎就会上场 好 您是您看 最终的这一件事判给了广东 没有问题 这样广队呢就45比30击败了